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就是经验的分享 曝光补偿 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曝光补偿 在P TV AV这三个模式下 如果拍出来的照片太亮或者太暗 比如上一节我们说过 内光式拍摄 评价测光会让妹子的面部偏暗 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通过调节曝光补偿 来提高画面的亮度 大家看相机的这个位置 有一个刻度表是曝光补偿 这个曝光补偿是有正负的 可以在正三和负三之间进行调节 曝光补偿的大小会影响画面最终的明暗 如果把曝光补偿往负值方面调节 画面会变暗 往正值方向调画面变亮 我们可以自行增加或者减少曝光补偿 小贴士 这里可能有朋友会发问 这个刻度表在第六节课不是曝光指示表吗 怎么到了这里又成了曝光补偿表了呢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 在M手动模式下 这个表确实是曝光指示表 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判断当前参数拍照明暗是否正常 但是重点来了 在P TV AV这三个模式下 它会切换成曝光补偿的显示 用于手动纠正画面亮度 当然了 如果你跟天眼一样 从一开始就只使用M纯手动模式 就不会有上述的疑惑了 简单来说 显示内容呢 跟你选择的曝光档位有关 为了方便记忆呢 天眼给大家举几个我们常用的场景 有时候我们会拍摄白色元素为主的场景 因为相机不够聪明 会认为此时我们的画面太亮 自动匹配了一个参数 让画面变暗 结果会导致照片偏灰偏黑 而我们需要让照片变亮 物体变白 我们就需要加曝光补偿 相反呢 我们以黑色元素为主的时候 相机会认为画面太暗 提高曝光三要素的搭配 从而呢让照片更亮 反而让画面过曝 暗部发灰 缺少对比细节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降低曝光补偿 让画面暗下来 这时候拍出来照片才曝光正确 以上的两种情况 总结下来就是白加黑减 拍白色物体为主的时候呢 加曝光补偿 拍黑色物体为主的时候 减曝光补偿 除了上述两种情况 我们要拍一些更明亮的作品时 主要小清新的风格 通常都是适当的加曝光补偿 一般来说呢 设置在0和1之间都没有问题 拍剪影的时候 为了让画面主体更暗一些 突出轮廓 可以适当的剪曝光补偿 根据想要的效果 找到曝光补偿的位置 然后通过波动 速控转盘 来进行调解 富士的XT3 在光圈A或者快门A档的情况下 只需要旋转顶部右上角的实体转盘就可以进行调解 索尼的A6400 在PAS模式下 需要按一下方向键的下键 然后在旋转控制波轮进行调解 好了 掌握了曝光补偿 相信大家无论什么环境 基本上都能拍出一张曝光正常的照片了 还记得我们一开始讲的吗 初学摄影时最重要的两项基本功 一 曝光正确 二 对焦准确 那下节课我们就一起研究 如何才能做到对焦准确 这样拍得劲 我是天言 下节见